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 当局究竟会不会暂时开放已经关系到中共的传亡 最近一些迹象似乎可以帮助外界做出判断 中共总理李克强在11月2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据新华社通稿 会议谈到要找经济并向地方派督道组 但只不提清零和疫情防空 这可能是因为李克强已经躺平 也可能是他谈到防疫但被新华社删稿 不管是哪个原因都意味着习近平暂时还不打算放弃清零 另一个迹象是北京市通报 25日全市新增2595宗新病例 比前一天增加735宗 被认为是进一步封城做舆论铺电 如果首都要收紧管控 其他城市就不多可能逆风而动 但这两天中国已经不断出事 从广州海珠区到郑州富士康再到重庆 11月25日晚 烏鲁木齐有因为一场居民区的大火引爆大规模抗议 到26日凌晨抗争蔓延到全市 百姓在街头和武警对峙 下面这段短片中的质问 令人联想到苏联跨台时候的情景 几个小时后 烏鲁木齐有些地区被断网 甚至有地方被断电 但抖音上仍然有当地人坚持直播 自媒体人马醉在推特曝光 据烏鲁木齐当地医生提供的消息 他们虽然不是主要接收火灾伤者的医院 但却已经运来十几个未成年的年轻人 父母都不在身边 这些年轻人送去医院的时候是黑的 已经不能够了 现在医院已经不进不出 警察、检查每个人的手机 防止将影片和图片带出去 烏鲁木齐今次文辨显示 中国这个火药桶 已经处于一个火苗就全面炸开的地步 不管是重庆的非暴力不合作 或是烏鲁木齐的直接挑战政府 当地人都齐心合力 这是多少年都没有发生过的现象 外界都在关注 习近平会如何应对 自明文汶领袖王丹在直播中说 他认为习近平也很面猛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一方面他不能认错 习近平是绝对不可能打自己的臉 另一方面习近平也清楚 清零耐了 对经济的杀伤力太大 王丹说现在网上已经有人提出 还不需要台海战争 中共可能面临的第一场战争 是张献忠的战争 美国之音也提到 目前一方面中国疫情再度严峻 一方面民众对当局的仇恨值升高 文章引述台湾中华两岸战略研究协会 执行长李华球指 严格清零政策 酿成重大群众运动的可能性很高 这也是中共最担心的 因为共产党就是靠群众运动起家 所以他深知 如果人民对疫情的不满 发展成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 将会很难控制 李华球表示 与此同时 中共在国际上也面临经济 军事和外交的压力 习近平已经处于内外交困中 如果此时国内发生重大事件 中共可能会制造第二次天安门事件 那就是不得了的事了 李华球认为 习近平可能会出动武警或军队 他还提出两个可能的时间点 都距离现在不远 他说 如果群众运动持续严重 控制不住的话 一个月之内有可能出动武警或军队 也就是 不是今年年底 就是明年中国新年之前 这是第一个时间点 第二个时间点 是明年3月 中共全国两会的前中后期 10月26日 在乌鲁木齐爆发全市大抗争之后 市政府新闻办公开发布会 宣布全市已实现基本清零 开始有限度开放 被认为是新疆地方当局 面对百姓示威 帮自己找到台界 有观点认为 乌鲁木齐官方这种态度 和郑州当局用一人一万元 解决富士康起义一样 会令百姓得到鼓舞 未来更敢于反抗 或向中国人传递一个信号 就是李頑强才有饭吃 才有命 同样也会催生更多群众运动 由广州到乌鲁木齐 反抗在中国遍地开花 最近更出现在中共管控最严密的北京 26日传出的相片显示 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墙壁 厕所门和核酸检测亭 都出现要求自由 反对封锁的抗议图压 25日晚 北京陀房刑居民上街游行 要求解封 中共匪夷所思的清零 酝酿諸多悲剧 中国人的怒火就快被燃点 这已经引起国际媒体关注 CNN最近采访北京一位姓周的男士 周先生爸爸所住的大厦 在没有阳性病例 而且没有预警下被封控 11月1日 她爸爸突然感到呼吸困难 但是因为封控 救护车一小时才到 然后又被留下的保安阻止 最终虽然来医院只有5分钟车程 但是58岁的爸爸 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 不幸离世 中共封锁三年来 类似的故事 几乎每天都发生 但是当周先生 淚流满面 告诉CNN知道 当地政府害死了我爸爸 中共的草坚人命 必必会引起国际的关注 令中共成为国际孤夷 资深传媒人颜纯钩 日前在面书发文 不但动态清零 中共所有内政外交 现在都处于进退维告的状态 习近平 望左面好像有地雷 望右面好像有陷阱 例如经济不够已经不行 但是回归社会主义的话 经济一定死 不回归社会主义 又保不住政权 房地产市场也是这样 不够的话 房市会拖下整体经济 拖下中共政权 如果要够的话 樓市这么大 杯水车身就等于白做 于是又将金融体系拖下水 顏纯钩说 歸根究底 这是因为习近平要保中共 政权不能动摇 习近平只能回归社会主义 这个大方向就是错的 因此再多的小修保 都是白做 顏纯钩总结说 中共今天的此境 不是政策的错 是国策的错 除非中共放弃一党独裁体制 否则中共国和全世界无法和解 和中国人民也无法和解 但是中共势必会和社会主义共存亡 中国人被中共绑架 幸好的是 中共会死 中国人是不会死的 中共死了之后 中国人还在 社会主义死了之后 中国还在 问题只是中共死得快和不快 新疆烏鲁木齐火灾发生之后 当地的民众 25日晚上去到市政府抗议 要求解封 在洶湧的民意压力下 烏鲁木齐市政府26日宣布 分三个阶段逐步解封 25日晚 烏鲁木齐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 却是拿着油救火 烏鲁木齐市长说 起火的小区为低风险区 不存在铁丝绑门的问题 住户门和单元门都未封闭 居民可以下楼活动 烏鲁木齐消防支队队长说 火灾发生时 小区私家车停放混乱 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 未能有效撲救火灾及时逃生 但网上大量短片显示 起火那栋楼的上下逃生门 都是锁死的 单元楼的门也被铁丝绑住 封死了 根本打不开 一位新疆女孩自拍的短片讲述说 事实就是这个小区是高风险小区 门全部都是封住的 楼下还安装了很多山栏、木桩 导致火灾发生半个多钟后 消防车才进入这个小区 然后还花近两个小时 去拆木桩、山栏和铁皮 小区里面又因为一百多天的风控 很多私家车打不着火 有些车主还在方仓医院隔离 消防车没办法到达 发生火灾的楼层下灭火 导致15楼发生火灾 鼠喘到21楼 新疆领导在一百多天的风控期间 都在做什么? 火灾发生后 又会推卸责任 官方的说法引发当地民众憤怒 25日晚有很多人聚集到市政府前面高叫要解封 民众质问该市委副书记 张志军什么时候解封 市委书记杨发生马上向憤怒的民众承诺 低风险小区26日解封 社会面基本清零目标 将分三个阶段有罪恢复低风险区居民的生活秩序 第一阶段 将组织引渡低风险的居民按住楼的单元 分时段错封下楼有罪活动 官方宣布逐步解封的措施后 有居民说确实已经可以下楼 但也有人说自己的小区仍然封住 而热手话题 烏龙木齐1日24火灾事故发布会下的帖文中度过滤 几乎只显示认证帐和官方帐号发布的内容 但就算如此 每分钟依然有十多条新的帖文出现 内容多数是对官方说法的不满 3至5分钟内 每一条帖文都能收集上8个点赞 但在微博的热手榜上 这个话题却一直卡在第四位 中国歌手张领泳发微博说 热手第一不代表关心 不是热手第一不代表不痛心 结果很快遭到删除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泰素发推文说 如果你在关注烏鲁木齐大火之后 中国社交媒体上的巨大爆发的话 你或者会有一种梦回2020年3月李文亮事件的感觉 只不过这次 中共政府或者没办法 那么容易地将形势扭转了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马斯克接掌Twitter后争议不断 包括大量开除员工 和恢复川普账户 他说Twitter在国会暴动后 封杀川普是巨大的错误 路透社报道说 25日马斯克回应川普账户復活后 一个星期后没有发文的现象时说 川普没有推文 我无所谓 重要的是 在没有违反法律和规范的情况下 他的账户遭封锁 现在Twitter糾正了这个巨大的错误 将在位的美国总统从平台被驱逐出去 削弱了Twitter在半数美国人心中的公信 另外 马斯克星期四在Twitter发起投票 题目为 Twitter是不是应该卸面那些 未破坏法律或揽法垃圾邮件的停用帐户呢? 结果在超过310万人投票的情况下 超过7成人回答说是 因此他宣布 自从下星期起 陆续检视租封锁的帐户 如果没有违法或揽法垃圾邮件 就能解封 但他强调说 煽动暴力还是会导致帐户被禁 Twitter会是一个和平交流观点的论坛 11月25日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发布了一项新规定 禁止进口或销售 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 不可接受风险的中国通信设备 在新规定下 華为和中兴等多家中企的产品 被禁止进口到美国 并在美国销售 这是美国多年来 持续限制中国电信公司 设备进入美国网络的最新行动 根据《大纪元》报道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在25日发布的禁令 更包括杭州海康 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大华科技有限公司 以及海能达通讯公司等中企 和它附属子公司的产品 近年来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美国国会 和行政部门采取多项行动 为美国境内通讯设备 和服务建立一个更安全 更有弹性的供应链 根据24日的一份声明 联邦通讯委员会 全票得出结论 这些中共企业的产品 对美国国家安全 或是美国人的安全 構成不可接受的风险 在批准这些公司 採取措施糾正产品 有选美国国家利益之前 这些公司的产品 将不允许进口、 營销或是销售 对此FCC主席 杰西卡·罗森旭塞尔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聯邦通讯委员会致力于通过 不授权不可信的通讯设备 在美国境内使用 利保护国家安全 FCC将继续开展这项工作 这些新规则 是我们为了保护美国人民 免受涉及电信的国安威胁 以采取的持续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 布伦丹卡尔还表示 今天委员会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 来保护我们的通讯网络 并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 我们的一致决定 是该委员会历史上 首次基于国家安全考虑 投票禁止授权通讯和电子设备 我们在两党支持下 采取此行动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委员 西明顿也表示 保护美国免受不安全 和不可靠设备影响的工作 才刚刚开始 我们将会通过 防止敌对政府利用它的技术出口 在我们的网络中建立立足点 除了禁止 离自不可靠的国有控股公司设备之外 还需要更加广泛地解决不安全设备的扩散问题 据悉 一位不意透露声明的美国官员 对彭博社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领导人 习近平在印尼举行的双边会谈中 并没有提及即将到来的这项严厉行动 对此 总部位于賓夕法尼亚州 伯利恒的监视研究小组 IPVM的政府研究主任 康纳·希莉对彭博社表示 这项行动是中共政府所有人 在美国开展业务的丧终 他们将无法向美国推出任何新的产品 多谢收听这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